美国驻中国大使伯恩斯6月16日以试询问方式出席了美国智库布鲁金兹研究会议时表示 我的预测是中国的清零政策将会持续到2023年年初 他还表示这一清零政策影响美国企业投资意愿 他的讲话是有根据的 根据上海美国商会6月15日发布的调查报告 上海封城迫使当地四分之一的美国企业削减投资计划 星期五有记者就伯恩斯上述讲话询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时 这位发言人并未否定清零一直清到2023年的说法 他只是原封不动地引用了习近平有关清零的说法 清零是为了人民之上生命之上 清零给中国经济造成的后果有目共睹 4月份经济出现倒退失业率升至6.1% 5月份也未有多大开关 就以上海公布的统计 比起4月份5月工业生产数据的衰退幅度缩小 但从整体看 封城带来的后果严重 所有类别的工业生产总值均大幅下降 其中规模以上工业总产之较去年同期衰退了27.6% 中国总理李克强日前也以形势严峻来形容中国经济走向 随后他领导的国务院推出一系列措施旧经济 召开10万人大会包括反对清零一刀切的九不准命令 但是习近平日前去四川视察时再度要求坚持动态清零不动摇 给主长有必要限制大规模常态化限制核酸检测的官员当头一棒 随后清零的声音似乎又压到了旧经济的声音 甚至中共中央网信办日前颁出毛泽东总结朝鲜战争的一句话来救火 称动态清零是大人症 称算长远账算生命账才经得起历史考验 分析人士指出 用所谓大人症小人症做比方 力图转移人们 因清零引发的对当下的怨声载道 而去关注虚无缥缈的长远利益 与当年所说的为共产主义奋斗如出一车 一些观察人士指出 习近平的清零政策至少会持续至今年秋天 开完中共十二大 习近平再度连任总书记 甚至延续到明年三月 十四届全国人大开完 习近平再次担任国家主席 完全实现第三任的时候 旅法学者张伦指出 习近平的清零与一见清零 不许妄议等等是出于同一个逻辑 清零从母种意义上来说 其实也是为了完成内部的清洗 给大家看